金城四少说的是四位财力雄厚的大兔豪,他们分别是王科、王朔、汪笑飞还有汪宇,每个人都有背景,加上商业帝国庞大,就成为女明星眼中的钻石王老五,和他们对应的则是金城四美。 金城四美指的是圈内的四位女明星,他们有的人背景神秘,有的人身家过异,总之就一句话,你搞不清楚,他们究竟何德何能,每一次都要占据CY,多年重当主演就是不能走红,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金城四美之首,景田,景田的背景太神秘了。 读大学的时候,景田被称作是小花,每一部主演的作品,配角都是成龙,真子丹等大人物,而且景田也没什么演技,颁奖典礼必定会得奖,高定走秀哪里都不会缺少她的身影。 曾经主办方用景田的名气不够,拒绝她参加走秀,贩路之下,景田花费五百万购买的一件礼物,成功进入主会场。 光是这份获利,就让大部分明星责愧不如,其实在早些年的采访里,景田提过自己的男友,一路走来都是他的男友帮助他,创建公司,投资电影,加上每部作品都说外达投资。 就有流言飞语传来,称景田是王思聪的小妈,直到如今,真想到白田和张景科确定了恋情,离开金主爸爸后,王思聪也捅破了景田和成龙的关系,王思聪表示每个明星都有资源和背景,只是景田的有些特殊,和自家没关系,和父亲的老友有关。 在网友的反复逼问之下,王思聪承认了陆正的存在,陆正也是万达股东,对方上来讲,是王思聪的叔叔,也是成龙的好兄弟,更是王健林的八败之交,因为这一切,才让景田如鱼得水。 每一次成龙和景田拍照都各位小心,从来不触碰景田的手或者胳膊,因为这是对嫂子的尊重。 我们都知道,景田和成龙拍照的时候,成龙还会做鬼脸,甚至用各种特效,这样的待遇俨然是父亲和女儿般的互动,就连成龙的亲生女儿,都享受不到这个结果。 如今景田和张景科在一起感情稳定,再也不是当年的万达老板娘,还能拥有这般待遇吗? 一些网友表示,景田才是娱乐圈中看得最通透的人,年轻的时候,在男友的帮助下事业平步清云,等资源和人气都载够了转身离开,选择了爱情共度余生,点击下方了解更多王思聪的另一面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